大家好,我是徐伟珍老师 现在我们来讲 《放屁狗妇》有序的第四集 就是郑昆武的作品 那前面几集也都是在介绍郑昆武 大家可以多多回去看看 那这个《放屁狗妇》有序呢 会分成八集 跟大家慢慢讲解 那我们先把这一集的内容念一遍 金奶皮毛如旧 声调翻新 与缘为敌 与猫结清 前属上书一筹 臭气无匹 树梨蜕壁三色 辟记绝伦 平路腔门肩部 烟喷阵阵 脑人鼻孔难堪 棉塞平平 旧性难除 因是心中击毒 后三有靠 方感眼底无人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逐句翻译 金奶皮毛如旧 声调翻新 与缘为敌 与猫结清 那缘呢 是这个林长木的人缘总科动物的总称 虽然猫这两种动物常常被并称 但是他们在生物学上是不一样的动物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猫有尾巴但是缘没有尾巴 人类呢 在分类学上就是一种猫 那猫呢 猫的演化可以追溯至新生代第三季古兴式演化出的肉齿类 这个是所有现代食肉木动物的共同演化祖先 但是在死心室的时候肉齿类衰落 小骨猫取代之 是现代所有鹿漆食肉动物的演化祖先 所以呢 在祖先来说呢 猫跟人是同一种类 但是跟猫是不同一种类 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比喻 这样子的方式来比喻 其实你光看字面其实很难懂 代表说这个郑宽武他在写方屁狗夫的时候 他真的是有研究过很多动物学的哦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是有下功夫的 那金就是现在的意思 奶就是是的意思 金奶皮毛如旧 就是现在这个外貌皮毛 皮毛就是外貌的意思 外貌还像以前一样 但是呢 声调翻新 什么是声调 声调就是放替的那个音量 那个声调 一节高贵一节 又像大炮一样 登登登登登 然后又像吹狗螺一样 然后有音调的那种感觉 那这些屁的声音 在前几集的时候都有形容过 大家可以回去温习一下 郑宽武是怎么写放屁的声音的哦 就是语言为敌语 猫结青就是说 因为新旧文学的论战 是两个不同的阵营嘛 所以呢 他会认为说 你这样子抛弃这个旧古典文学这个传统的话 那就好像是感觉你是一个不懂饮水师缘的人 然后反而还要去跟外人攀亲戴故这个样子 叫做语言为敌 那我们前鼠呢 上一集有看过 那就是上一集有看过前鼠的照片嘛 那前鼠呢 它是一个瞿晶科的一个动物啊 瞿晶科又叫做尖鼠科 它的形式小鼠的不入动物 具有臭味以逼退天敌 所以重点在臭 它真的是研究动物 哪些动物有臭才写上去 上就是还的意思 一筹就是说一个等级一个程度的意思 其实如果单纯说一筹的话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一个等级一个程度的意思 像是说老禅游记里面又说 佛经说人不可以着相 我们总算着了雅相 是要输他一筹利 这个就是说程度等级的这个举例 那一筹也可以说是一个谋略 计策计划策划这样子 在宋史的如林传里面有说呢 其极致于九重深拱而群臣尽费 多是盈听而一筹不土 就是没有一个士人 没有一个士官 没有一个士大夫 他愿意去讲一个谋略出来 这样子 那匹呢就是比较相比 就是这个有臭味的前属 跟他们的匹比起来呢 还输了一个程度呢 还输了一筹呢 所以他们的匹就是 他们这些放屁狗 放的匹就是臭气无匹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 那个臭气没有人可以比得上 而且不但前属比不上呢 连树林也要退避三色 这个树林呢 他本身也是一种有臭味的一个动物 这个林呢 在网络上查 可以是狐狸类的 也可以是猫类的 总之郑坤武 他当时一定是有研究出 有这样子的生物 但是目前我查不到是什么生物 如果你知道树林是什么生物的话 也可以补充在下面 那这个树林 他应该就是本身 就是有臭味的生物 然后闻到这个臭屁 他也会退避三色 因为这个放屁狗 他的屁记绝伦 退避三色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主动让步不语人真的意思 那一色就是三十里 设施古代祭山行军礼术的单位 那退避三色有一个典故出于左传 在春秋时代的时候呢 这个晋献公啊 他很喜欢一个李姬 那个李姬非常的漂亮啊 他还为了让自己亲生的儿子西齐亚当太子 所以呢 他就设计让太子深深自杀了 这个太子深深 他本来是一个很忠厚的人 但是他为了要进这个孝道 他就只好去自杀了 那这个自杀的过程 是李姬设计的 那这个李姬他看到深深自杀 他当然不满足 因为他要让西齐当太子嘛 西齐才是他亲生的啊 所以他就怂恿这个晋献公 捉拿另外两个儿子 崇尔跟姨乌 这两个都是晋献公的亲儿子 那晋献公为了宠爱李姬 他还真的要去捉拿这两个儿子 那崇尔姨乌没有办法 他们就只能逃出国去 自己家都待不住 因为自己家自己的爸爸要把他抓回去 那晋献公过世之后呢 西齐就被城下所杀了 逃亡国外的姨乌回国 继位为晋慧公 晋慧公害怕崇尔回国 会跟他抢这个王位嘛 所以他就派人暗杀崇尔 那他在派人暗杀崇尔的时候 崇尔他当然就是不能够回国啊 他就继续在国外这样个逃跑这样子 继续流亡国外 那崇尔他经过很多国家 很多国家都对他非常的鄙视 非常的不友善 然后不想要收留他 那到了楚国的时候呢 这个楚城王他就以九宴 盛情的款待崇尔 并问他说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回到晋国 当上国君的话 你会怎么报答我呢 崇尔说呢 奴仆和玉伯 楚国本来就有 真情易受的羽毛皮革 则是楚国的特产 这些东西宁多的是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报你啊 楚城王说 虽然是这样 就是虽然你把我夸了一遍 虽然是这样 但是你还是可以说说 可以有报答我的方式吧 你可以做到的地方 你可以讲吧 那崇尔就回答说 就是他想了想啦 嗯 就是想说他可以报答的方法 假使托宁的福 让我得以回到了晋国 万一呢 将来晋国跟楚国之间 发生战争的时候呢 双方军队如果相遇于中原的话哦 那我一定会要我的军队 向后撤退90里 来报答你的恩惠 如果这样还不能得到您的谅解 楚军仍然继续进攻 那我也只好拿起弓箭 和您相对抗了 后来这个眼里的原文呢 叫做必军三色 演变出退毕三色 这句成语了 那文里面说的90里呢 因为一色就是30里 所以三色就是90里了 这是一个九九成法 如果还不会九九成法的话 可以去播放清单里面 有九九成法可以去找一下 所以这个放屁股 他的屁啊 真的太臭了 比这个前鼠身上的 散发出来的臭味还要臭啊 而且连本身气味都很臭 这个树林 你要退避三色 因为太臭了都不敢闻啊 那所以呢 他的屁肌是绝伦的 他放屁的这个技术技巧呢 是凌驾到所有身体有臭味的动物之上的 叫屁肌绝伦 可见这个放屁狗 他的功力 放屁的功力有多高多深啊 简直呢 就是狗界的东方不败啊 平辱 枪门坚固 烟喷喷嗔症症 就是凭啊 凭借着你啊 卢就是你 枪门 就是肛门啊 坚固 就是很耐用啊 很坚固啊 烟喷症症 这个烟大人就是从这个肛门里面出来的那个烟 就是屁啊 放屁狗的屁啊 这个一阵一阵的啊 那这一阵一阵的屁放出来之后会发生了什么事呢 脑人鼻孔难堪 棉筛平平 就是说让人家觉得很烦恼啊 然后鼻孔就觉得很难闻啊 很难堪啊 那个堪是忍受的意思 很难忍受这样子恶心的臭味 脑人的臭味啊 所以棉筛平平 那个棉筛就是要把那个棉花塞到那个鼻孔里面 然后来不要让自己闻这个放屁狗 放的这个烟喷症症的臭屁 平平就是长长一直的意思 就是一直塞棉花 因为那个棉花要替换了嘛 要不然同样的棉花可能也被臭气熏 到要换新的棉花之类的 所以要一直换新的棉花 然后让这个臭味赶快飘散 旧性难除 因是心中忌毒 什么是旧性难除呢 就是他一直在放屁 一直放屁 一直放屁 不断的放屁 这样子旧性难除 这样子旧有的习性很难去根除 他就是放屁狗 他就是要放屁 那为什么放屁狗就一直要放屁 因为呢 应该就是他的心中 就是已经有累积这个毒素了 叫做因是心中忌毒 那为什么放屁狗他可以一直不停的放屁 然后不管别人的感受 而且别人三棉花了觉得很臭他还是要放屁呢 因为呢 他后山有靠 帮赶 眼底无人 就是因为那些放屁狗他的背后有很强大的一些靠山在支靠 那些人大概都是有头有脸的一些人物 所以他们的眼底就敢目中无人 然后就尽情的放屁 不断的放屁 然后让人家臭死这个感觉 那看到我找到一个可爱企鹅图案就是 那个小企鹅背后有大企鹅 就是我后面有人背后有靠山啊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注解 那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希望大家继续能够支持 那放屁狗不有序这个系列呢 就分成八集来讲 希望大家要记得按赞 再离开哦 谢谢你 拜拜